行政院长赖清德关切强烈台风山竹最新动态,今天指示行政院灾害防救办公室邀集内政部、经济部、国防部、交通部、农委会、交通部中央气象局及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等相关部会,在中央气象局召开请资源判会议。 行政院则呈各部会督促所属及地方政府各级防救灾人员,提前做好整备工作。 行政院灾防办表示,依中央气象局资料预测,强烈台风山竹预期对南部及东半部地区带来好雨,同时风力对陆地及海域也可能带来灾害。 目前巴士海峡,台湾东部海面及蓝雨,绿岛风浪已明显增强,为因应台风影响,各级政府防灾应变运作机制不可轻忽,请持续监控台风动态,及时做好应变处置工作。 灾防办指出,针对0823热带低气压水灾灾后,尚未完成附近的公共工程设施及场所,请各级政府务必强化防护整备措施,尤其南部及淹水受灾严重地区,务必确保防洪排水及地下道抽排水等系统的功能正常顺畅。 同时对于抽水机、抽水站及防汛备料等预作部署,避免再次造成积淹水,灾防板也请农委会要求渔业电台针对海上作业渔船人员加强宣导注意安全,请交通部针对空运、陆运、海运及铁路运输、预作规划及配套措施,离岛地区航线若楼停驶措施,需加强宣导民众提早阴阴, 并请经济部掌握雨量预测评估值,试水情状况进行水库蓄水调节与抽水机调度措施,另请中央气象局持续监控最新天气动态,并与各防灾单位保持密切联系。 灾防办强调,各地沿海可能有9至11级强阵风,请民众避免海边观浪雨细水活动或前往山区,适逢周休假期,从事户外活动应随时注意天气特报,并配合做好房台及房载准备,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行政院长赖清德,联合报资料照,分享。